又把大锅烧起来了 准备来晒这个白辣椒干 然后再晒一点豆角干 菜片子这个辣椒的这个豆角 现在还比较多 放一点准备起来 再一整天的我这个辣椒的豆角吃 锅里面这一锅水还要烧一会儿 我再过来栽点这个豆角 这豆角昨天摊着还好小 今天就有这么大 又是我今天再没栽豆的 明天它就变老了 一个人吊着 像那个吹烟牛一样的 这段时间海洋都很大呀 冷色都晒各种干光 看一下这里是我们晒的这个白辣椒干 已经快晒干了 晒了这么多 好香的 就是用新辣椒晒的 还有正在晒的 之前还晒了一点这种豆角干 每天都是各种晒 生豆角干晒干了以后冬天没啥太吃 因为那对肉还是蛮好的 妈妈来帮忙了 人都你脸大呀 哈哈哈 这豆角这么多 妈妈来帮忙去摘得更快一点啊 够不早的我来啊 小心妈妈又送你 哈哈哈哈 波哥你做的凉体现在已经才能晒晒干货的场所了 可以啊 这次东边的嘛 太阳从东边升起 一直可以晒到晚上 太阳西下就特别好晒东西 哈 我 可以 我 昨天拿这个小孩咋的一个 然后就拿着气 尝尝 因为 对不咱们样的意思是闹 我还得吧 兄弟给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你拿着就还 香香 要不要给你拿个梯子过来啊 不用啊 摘得到啊 来帮帮我拿 拿着放到那个篮子里去 谢谢 好噁心啊 烤出油来了 哎呀快乐了 就跟爱的小西瓜 小西瓜有 大西瓜就有得吃到 早上有个这么大的西瓜 差点被爸爸摘了还没熟呢 哈哈哈哈 还能老师给你小娘西瓜 可以的我你我你 这个西瓜是我办的摘的啊 多吃点啊洗一下 里面不会还是烫的吧 啊晕一下 就好了 朝上等我再吃先洗豆角 不能太急 今天工程带有点大耶 刚刚刚一个小时栽的有点多 哦分两个来把它们煮下去 煮的时候要翻一下锅 不然有点多的话 你会黄的不好看 嗯 熟了啊 出锅 下一锅来啦 哎呦妈呀 差点撞到门上去了 赶紧给人晾起来 热到我冒油啊 哈哈哈哈 冒香油 哈哈哈哈 最后再煮个辣椒 我们这边的人都很喜欢就是弄那个白辣椒 用来灯露那个味道特别好 很多朋友说这个白辣椒什么做 其实超级简单的就是焯水 熟了以后把它晾个 749个小时 那就是太阳比较大就可以晾干了 如果太阳不大呢 那是不是要晾9981个小时 差不多吧 哈哈 今天的这个太阳真的是贼了贼了 适合晒这个菜干 在太阳底下 别说是这个菜了 就能摆个几分钟都受不了 今天就我们先放到这了 拜拜啦 好看是